社會焦點來看到 街道變成了格鬥場 日前台北市中山區 兩名男子在街道互毆 還不斷的飆罵不雅自演 聲音大到讓附近住戶出來查看 直接報警 而警方到場之後發現 兩人是超商店員還有顧客 當時在店內結帳的時候 喝酒的男子誤以為店員在罵他 一時情緒失控爆發肢體衝突 黑衣男子拿安全帽 狠K對方好幾下 雙方不斷互相飆罵 兩人大打出手 直接把街道當格鬥場 衝突還沒結束 黑衣男子甚至嗆聲 要找朋友來輸贏 到底什麼原因 兩人爆氣起衝突 原來黑衣男子在超商內 與店員爆發口叫 當時這名男子 久後來到這間超商買東西 聽到了店員們在嬉鬧 以為是在罵他 於是雙方就爆發口叫 從店內吵到了店外 驚動附近居民 有個店員好像有出來 沒有看不出來有外傷 其實看不出來 事件就發生在上個月25號晚間9點多 男子在超商結帳時 店員與同事在嬉鬧 男子以為對方爆出口再罵他 情緒失控上前歐日人 造成店員全身輕微查措傷 喝酒喝貓以為自己被嗆 爆發肢體衝突 雖然雙方互不提告 不過警方仍以設違法 將打人男子送辦 要他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接著胖胃玉淋交洗眼台被報道 接著胖胃玉淋交給